不错 王健确实是很尊重读书人 伪装也在他里得到了重任 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 他当然不应该夺人之所爱 但是我们要想想 在古代一个女子 在王健这年心目当中又算什么了 不就算个小小的礼物吗 就像我们现在送一匹马 或者送一部自行车那样子 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当然看着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夫一妻制 这古代那算什么呢 就是礼物可以奉送的 所以他就没把它当回事 所以我的老师 有一段考证 我就把他的观点跟他在介绍 我自己就不去考证了 他说 就是那个全堂五代持的鞭子 他说 杨氏古今词化 胡仔虽曾指之 千何为说 孰无根地 胡仔的条性运重化 但阳去五代未远 传闻已有所据 不可谓纯属虚构 且伪装 正因由此一真实感情经历 故其词中如 和叶碑 女贯子 幻西沙 夜金门 小崇山朱雀 写得真切具体 直书胸义 此词 从景供传唱之宴曲 近日为词人用意 书写情怀 而极具个性之文学义 这来自于他的那本 温伟峰三家词 新教 你看啊 现在我们回过来 看这个作品啊 《智词化唐绅士喊》 这一句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唐代的 一个诗人叫崔娇 这个崔娇有一首诗啊 叫《正去碧》 他的家里的奴婢 那不是一般的奴婢 那美女 不得已 离开了他 所以还写首诗说 王孙 公子王孙 诸厚城 律诸垂类 狄罗金 侯门一入 深入海 从此消囊 时漏人 所以这个女子 非常美丽 有才华 所以那些公子王孙呢 那追求他的人呢 都排成了队 在他行走的后面 都城头飞扬 多少粉丝啊 是吧 绿诸垂类 狄罗金 所以这个女孩子呢 她感情 还是很专业 绿诸是谁啊 知不知道绿诸啊 你看你们这些 男生我且不说 你这些女生 一个都不知道绿诸 这绿诸是 女男的美人吗 你们连绿诸都不知道啊 下去要好好地 要反思一下 你没有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吗 魏晋南北朝 不是有个很著名的文人 叫石虫吗 石虫就取了一个绿诸 绿诸是哪里的呢 广西博白人 当时叫 女男白洲 女男的美人 这你男人引以为荣的美人 都不知道 这石虫是怎么取的 这个人的呢 这石虫因为很富嘛 又是将军 又有权 又有钱 所以呢 这个女当然不是她的妻子 是她众多的女子当中的一个 众多妻子当中的一个 这个绿诸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会谈情 所以这绿诸呢 很有个性 她不是像别的女子呢 要讨好石虫 这就不理她 不理她往往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越是不理她的石虫 越是心里痒痒的 要爱她 那绿诸就是不理她吗 因为你石虫不过是个爆发妇 是吧 但是有一件事情 让绿诸感动了 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孙秀啊 孙秀这个人比石虫的官还要大 她要得到绿诸 那石虫就不肯 石虫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 这个女人不能给你 石虫这个人杀美女是有名的 她在家里经常举行宴会 要那些美女啊 在家里那些奴婢啊 给那些客人敬酒 如果客人喝得不高兴 她就把那个美女拖出去杀了 有一次连杀十几个美女 你说石虫是个什么人啊 一个爆发妇 一个很残忍的人 所以绿诸就不爱她 不动心 但是有一次 孙秀要 得到这个绿诸的时候啊 石虫不愿意 石虫不愿意 后来生锈就报复石虫 说石虫谋反 然后把石虫就 躲起来杀掉了嘛 这件事情让绿诸感动 说石虫这人虽然很坏 但是对自己的感情 还是很专一 宁可丢掉性命 也不把自己让出去 这感动了 感动了绿诸为了报答她怎么办呢 跳楼而死吗 叫绿诸坠楼 很有名的故事啊 这个后来这个绿诸死了之后 这个博白人 这个广西博白的 那个村里的人 他就觉得这不行 这不能养美女 因为你养美女是什么结果呢 养美女最后是被那些富豪们 被那些贪官污吏们 被他们抢走 被她抢走之后又 最后又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所以怎么办呢 今后要是生下了美女之后 他们就故意让她自残 把手剁掉一只指头 把脚剁掉一个指头 把眼睛弄瞎一只 然后就把绿诸小时候 生活的那一口井呢 把她舔起来 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地方 没什么好处 除美女 不是什么好处 那女住几年田啊 是吧 美女以后也 那个地方也很少有的 你不行 你们下次到广西的博白去看看 基本上就没什么美女了嘛 是吧 因为还说那美女 没有给这个当地带来什么好处 是吧 你看人家西式的家庭 家乡人家还开展旅游啊 是吧 这个王朝军的家乡开展旅游啊 你们有没有听说绿诸的家乡 开展旅游啊 绿诸家乡的人们不信这个东西 所以这问题也值得研究 你们呀 希望你们有机会好好研究这问题 那这时间不多了 回到主题 他说侯门一路深是海 这里当然不是写绿珠 是写他的那个去壁 啊 所以这个去壁 侯门一路深是海 从此萧郎是弄人 萧郎本来是他的情人 但是自从他加入侯门之后 那萧郎不就是弄人了 在这走廊里见那面 这点头都不点了 招呼都不打一个了 这就叫弄人嘛 所以这首词就是借着一个典故 让我们了解到 伪装的这一段故事是真实 要不你为什么用这个典故啊 你干嘛不用别的典故呢 就是因为这个典故 和他的亲生经历是类似的嘛 然后他还写了类似的作品很多 里边说 记得那年花下 深夜出师谢粮食 水塘西面花莲吹 铁手暗香气 惆怅小鹰残月 相别 从此隔阴子 如今句是异义相忍 相见更无音 这不就是写同样的故事吗 记得那一年花下 在深夜认识他的时候 在什么地方 他们还曾经握过手 谈话到小鹰残月 那就是天快亮的时候 就相别 从此以后就没有音讯了嘛 如今句是异义相忍 都成了异义相忍 相见更无音 还有 四月十七的女贯主 正是去年今日别军使 就像去年的今天 四月十七 正是相别的日子 人类扬地面 含羞半脸眉 是吧 为了把自己的眼泪忍住 就低着头 因为含羞就半脸眉 这写得很真实 不知魂一段空有梦相随 除笑天便月没人知 这伪装的词有一个特点 就是主观性很强 主观性很强有很多表现 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是许多人没有讲的 就是叙事性很强 你看去年今日 四月十七 正是去年今日别军使 不是把时间地点都交代了吗 如果温廷云写词 也跟你交代一个时间地点 那大家就不用去猜测了 伪装说的明明白白 这明明白白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让独子感到亲切嘛 写自己当时和自己宠爱的 那种女性的故事 写得很亲切 这点值得我们好好地总结 大家应该留意到 我们当代的流行歌曲当中 有一个作者是很不错的 谁呢 刀狼 刀狼 刀狼的作品呢 它不仅有那种独特的西北的风格 它的声音那种带沙哑的声音很独特 文词写得好 而且我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叙事性强 你看2000年的那一场雪 比以往的时候来得晚一些 这不是在叙述一个故事吗 还停在八楼的二楼汽车 带走了最后的一片黄叶 时间地点 人物 故事 全有了 后来我就找一盘刀狼的碟子 我就放在车上听 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个故事 所以我想刀狼为什么这么火 他就是很亲切 他在跟你说个故事 你想想 这个叙事性强了就有这个好处 很亲切是吧 他把你当作朋友 在跟你讲他的故事 讲他当年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做 冲动的报复是吧 冲动的惩罚 你看讲得多好啊 冲动的惩罚讲得多好 就讲一个男人的 因为冲动 所以反而还失去这个女人 他后悔 他就跟你说故事 然后你感觉到真实嘛 他不像有些人说的 泛泛而谈的故事 那有些人还欣赏那个什么 青花池 我就大获不及 你青花池 能够跟刀狼的作品比吗 无论是文学性 还是音乐性 你都不能比的 亲切感也不能比 刀狼大家也不陌生吧 你看你们就只知道周杰伦 你都不知道刀狼怎么行呢 你还说你爱好音乐 知道吧 知道就好 是吧 你好好 你好好抖抖刀狼 你看看刀狼作品的叙述性 然后你再回 你再看看伪装作品的叙述性 是不是很亲切 我这样讲是为你们好 如果今后你们写作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去世性 就是像跟人家讲故事一样的亲切 不要说那些很空泛的那些东西 就是说某年某月某日 说具体 其实它 其实它也是虚构 2000年的那一场血 那不是虚构是什么 是虚构 但是它要把它说得具体一点 知道吧 下面再讲一首 很前卫的女子 斯蒂湘 斯蒂湘读过了没有 没读过吧 斯蒂湘是伪装的词 我们前面讲的作品 都是伪装写 她和她自己爱的那个女人的故事 现在她写是写别的女人的故事 跟她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你看啊 斯蒂湘说 春日有杏花吹满头 莫上谁家年少 逐风流 且你将生驾驭 一生修 重备无情气 不能修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女孩子在春天里 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出去交游的时候 景色非常美好 杏花吹满头啊 环境很有美是吧 但是就是在这个春天的日子里面 美好的环境中 遇上了一个年少 一个她并不认识的 不知其来历的 所以叫莫上谁家年少 竹风流 什么叫竹风流啊 百分之百的风流 知道吧 我们现在女同学经常说的话 叫什么 帅呆了 竹风流 马上这个女孩子就有主意了 欠礼将生驾驭 我要准备嫁给她 是吧 一生修 就说 如果我要嫁给这个竹风流的年少的话 我这一辈子就没有遗憾了 叫一生修 退一步来讲 重备无情气 纵然是有一天被她无情地抛弃了 我也不引以为修 你想想多么前卫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怎么说的 不求天长地久 但求曾经拥有 是吧 她说你看 我就算是被你抛弃了 我也不引以为修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作品就知道 古代的女孩子 并不是像我们的那些历史教科书上写的 一天到晚生活在重重的封建压迫之下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 你说这古代女孩子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女孩子吗 你活得多么自由啊 你现在里有几个女孩子会做到这样子 是吧 那我嫁给她 这人虽然很风流 但是有没有读过大学啊 家里有没有房子啊 有没有扯啊 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凭什么嫁给你啊 是吧 所以现在的女孩子就活得就不浪漫 太现实 那古代的人就活得多浪漫 是吧 因为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浪漫的时代 是个极端功利主义 极端短视 极端势力的时代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就产生不了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 一切都是现实的 所以这样的作品就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我们了解一下古人怎么生活 我倒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女孩子看到一个足风流的男人就一定要欠你将生驾驭了 好像就呢 不是这个意思 是吧 因为古代的女孩子她见的男人少啊 她就很容易一见钟情 而这个有人讲说一见钟情的发生呢 全都是因为外貌 她不了解对方的内心事件 是吧 那现在的女孩子她结交很广啊 她每天可以看到好多个足风流的男子 都去切身驾驭 都去江生驾驭的话 那孩子也像那个牵手观音那样子 那她怎么嫁得过来呢 所以我不是说现在的女孩子 没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作品 可以看出古代的人生活得很浪漫 这就够了 最后一首 讲完了就下课了 菩萨满 来 这首 人人尽说江南好 大家读一遍 人人尽说江南好 有人尽何江南好 顺水尽余间 化传尽余间 除变正四月 浩万云双全 为了莫还乡 还乡去赚长 这是伪装的代表作之一 所以这首必须要讲 伪装的作品比较好懂 她写过五首菩萨满 都是她晚年在成都的时候写的 都是回忆她过去的时候生活的 有的是回忆她在洛阳的 有的是回忆她在江南的 当然也有一首是写在当下的 写她在成都的 这首回忆江南 因为皇朝的农民起义爆发之后 伪装在江南生活了十来年 生活十来年 你看人人尽说江南好 那就是这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 没有一个人说江南不好的 所以尤人只和江南了 这又是个全称肯定判断 所以尤子你只适合在江南了 为什么这样好呢 写了几个画面 春水碧玉天 画船听雨眠 这春水碧玉天 我们联想到白居易的那一句 春海江水 绿如南 但是还有一个民俗风情的东西 白居易没有写的 他写了 就是画船听雨眠 在江南 比方说在西湖 在这些地方里面 躺在画船里面 听这个雨打船棚的声音 就有点像我们岭南人听的 雨打芭蕉的声音 这很抒情的 还有 奴边人四月 奴边奴就是卖酒的奴子 这个卖酒的奴子 大概是相当于这么长 中间也有一块是凹下去的 凹下去是为了放酒坛子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桌子那样 倒下去 放这个电脑 这奴边人就是指谁啊 卓文君 中国第一个卖酒的美女 卓文君 卓文君本来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子 是卓王生的女子的女儿 她跟司马相语连夜私奔 司马相语把她带到家里之后 发现家里什么都没有 家徒势必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就只有房产没有家具 在古人看来是最穷的 在县人看来是最富的 一个大学生居然有房产了 家徒势必就是有房产嘛 然后怎么办呢 就自己卖酒 这奴边人四月 这是美人的卖酒 好碗泥双雪 这些卖酒的女孩子 她洁白的手碗呢 就像凝固的双雪 这是美女吗 这就写江南的美女 为脑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为什么为脑莫还乡呢 我想是这样理解啊 就一个人没有脑的话 你就不要还乡 你就不要回到北方去 因为你还没有脑 你没有脑就说明 你的心没有脑嘛 你的心没有脑 你就会怀念江南的美女 是不是 所以呢 大概为脑莫还乡 是这样子 就是老了 心如止水了 你再还乡去 你就不会留恋江南的美女 也不会搞出那么多事情来 所以为脑莫还乡 还乡许断肠 你还没有脑 你的心还活泼着呢 你如果要回到家上去 你就会要断肠的 你看这就是把这个江南写得 无限美好 他也是用了典型画的手法 是吧 用了几画面来写 给人印象很深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伪装的风格了吧 他是明白如画的 他还喜欢用说故事的方式 这点都值得我们好好地习取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